为了求销量 丰田真的是降价无底线 以下三款热门车型现在跌至白菜价 特别是最后一款 从16万一口气跌至8万多 而且还配备了7个气囊 这难道都不怕赔本吗 不过现在入手确实是很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 丰田亚洲龙 定位是逼达吉轿车 但是在销量方面始终略逊色麦腾一筹 不过目前这款车为了冲销量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资料价19万9800到2 7万9800 综合优惠36000 最低售价只需16万3就能够拿下 而麦腾只需14万多 但是它的入门级版本却是1.4T 而这款车是2.0升 匹配的是CVT模拟适当面子箱 更加的省油耐用 马力还能够达到178 扭矩210 高速上面行驶 动力那是相当的澎湃 市区综合油耗还能够低至6.1 让你买得放心 开得安心 外观方面大嘴式的中网 在家横向杜格亮条进行点缀 远远望去就知道这是一款亚洲龙 车长超5米 轴距2.87 车内空间关长 坐近后排丝毫不会出现顶头的情况 而且底盘还采用了强偶独立选价 车内标备7个气囊 在行车质感这一方面 压洲龙拿捏的那是相当到位 而且这款车还是和雷克萨斯贡献争产 设想花10多万就能够享受到30-40万的品质 入手这款车准没错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丰田荣放 这款ICV表现的确实很不错 而且在名气方面更是不出CRV图观等车型 动力方面分为2.0升和2.5升的两个版本 品味的是CVT模拟实弹和ECVT变子箱 其实在我看来 丰田的动力系统无论入手哪一个都不会让你失望 而且油耗能够低至5.8 这和烧水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在整体性价比这一方面 丰田确实要胜过通级别车型一筹 并且成立了空间耐势非常的宽敞 差长4.6 轴距2.7 坐三个人也是一点都不觉得拥挤 现在价格方面是拿出了最大诚意 这道价175,8002 608 一会3万5 而且后期的保值率那更是高得吓人 散热店更是非常的省油耐用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丰田卡尔拉 在A级车市场当中 赵管车的名气销量那都是天花板的存在 车内的空间更是十分的宽敞 丝毫不逊色A加级轿车 轴距2.7 常常4.635 坐进车内一点都不觉得拥挤 而且还深受我们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在价格方面 目前赵管车却拿出了最大诚意 这道价109,800到159,800 一会2万6 入门级版本8万多就能够拿下 虽然价格亲民 但是却配备的1.5升三缸机 一点都不实在呀 反观1.2级版本虽然动力弱 优惠后的价格是98,800 但它却是四缸机 匹配的是CVT模拟试掌面子箱 也是能够让你十年开不坏 马力也不弱 能够达了112 长期加速可能不强 但是到了后段 优势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并且这个版本也是它走量车型 油耗能够低至1公里3毛 非常符合家用 综合全面来看 这款这确实要比同级别车型强了太多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亲民 省油耐用 对此你会入手吗 以上三款丰田车型都是当家花的 而且价格也是非常亲民 保值率更是高得吓人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